恭喜恭喜 其实这个已经不用多做介绍了 巴图 巴哥 哈喽哈喽 还是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巴图 26岁 是一个业余小演员 依你们看 这顶有多重 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 今日 寡人就要把这酒顶给搬个位置 平常主要爱好就是唱唱歌什么的 非常的谦虚 还业余小演员呢 最近都罢评了啊 没你罢的 一个接一个的节目 这是你姐是吧 这是我姐 对 丹丹姐的公子 对 好紧张 今天选歌是因为 要向JJ致敬是吧 因为选这首歌吧 其实因为这首歌 是我很早很早以前听我听的歌 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是还没出国之前 在中国 所以我是听 对 我今年十四了 今年十四 我十五岁唱歌 对 然后 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还 是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首歌 所以我想说一上来就把这首歌唱了吧 因为是我特别喜欢那首歌 然后JJ又在现场 我想说就唱给他听 但是上来就听了老师的歌 不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吗 我就是怕 而且我觉得我声音还 尤其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声音特别像 JJ 所以 某细节很像 细节很像 非常像 其实一刚开始 一唱那个开头的时候 我就看着JJ 我说是你唱的吗 真的声线非常的像 我们也听出来你 深受JJ的影响 所以我们四个 期待着你能挑战JJ 对 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如何 就是 唱赢自己的偶像 突破 说得太好 说得太好 我们想要听你唱Hibi的歌 八哥八哥 八哥 我觉得你声音跟JJ一点都不像 真像 他努力不像 他发音像 但声音不像 哈哈 我没有挑你耶 你叫他用 没有我是说真的 很契合嘛 请问 八图 你要讨价的导师是 simplemente 你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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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金童好像 好好笑 好好笑 小金童好像 老孝刚刚的表情好好笑 我 因为 不是 他非常淡定的 绝对不是他 我突然才想到 来 我们掌声恭喜一下肖师傅 肖兄 准备再次出场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华为金曲版 这一轮又为肖师傅准备了什么样的歌曲 第一首候选歌曲是 请看 《红燕》 这首听起来更像一首巴图的歌 对对 听过吗 我听过 但非常非常不熟 来 第二首候选歌曲是 请看 这首我熟 熟 我不熟 泡路 下一首 这首 不熟 装不熟 真的 真的不熟 真不熟 肖不熟 下一首 下一首一定很熟 下一首 请看 这首熟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而此时时时时刻你在哪里 我们先听听现场观众的意见好了 来 比出来第几首 我们想看肖敬彤吃炸鸡对吗 对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黑比老师 这里面的歌你都听过吗 第一首《红燕》我没有听过 其他都听过 对 哇 你听过吃炸鸡 吃 不是 我刚才说 吃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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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过也听过 吃过也听过 好 里面我最不熟的 哦 最熟的是红燕 我最熟红燕 最熟的是红燕 他不想唱这种歌 这就他了 这就他了 你演的 是还再自然一点 还有 《人民炸鸡》 《人民黄长之炸鸡》 这一首我 非常熟 另外两首都不熟 飞得更高是什么歌啊 哈哈哈 我这啥歌啊 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次就请 呃 陈子洪老师来决定好了 老师 是 在落霞啊 呃 老孝 没再怕的 我们到人民广场吃炸鸡 哦 会很好听啦 你唱 OK 肖敬腾 选定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我的那个直通奖牌呢 哈哈哈 直通奖牌 考虑清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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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他贪了 他贪了 你看这就是 葛优老师的魅力啊 这样的行为就可以 到处都受到大家的模仿 然后我们让巴图去 丑妹一下 原来 肖师傅 你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来准备吃炸鸡这件事情 祝你们好运 好 再给我 中文字幕——YK